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列王纪下的第二章 在第二这一章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两个先知的交替 在列王纪的上跟下 大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是 君王跟君王之间的交界 一个王兴起来 然后他形犹化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二 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王就兴起来 但是在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 伊利亚把这一个先知的职份 就交给伊利沙 这也是按照上帝给他的吩咐 那么伊利亚又怎么样呢 他就被上帝接上天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 有两个人很明显没有经过死亡 一个就是伊诺和上帝同行 三百六十五年过后 就被神接上去 第二个就是伊利亚 他被上帝用旋风火车火马给接上去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 我想我们都不会感到太过陌生 那我想我们今天能够从自然经文当中 来看一看伊利沙 这一个接续伊利亚的先知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命彰显了一些怎么样的数字 第一 我想我们看到伊利沙是非常重心的 在整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上帝差遣 伊利亚要去到越南河的那一个地方 但是会先经过几站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伊利亚好像要试探 或者试验伊利沙这样 他每到一站 比如说到吉甲 他就对他说 你不要跟我去 你再停在这边就好 但是伊利沙说 我指着神 还有你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因此他们到了伯特利 又在吉甲的时候就说这样一段的话 然后到了伯特利 又再次说这样的话 那么再来就是到耶利哥 又来说同样的话 我们看到三次伊利沙都是很坚实的 他要跟伊利亚他的老师走到最后 他跟着 紧紧的跟着 他不愿意放手 第二 我们看到伊利沙他寻求什么呢 当来到越南河的旁边的时候 伊利亚卷起他的外衣用来打水 水就分开 两个人就从干地走过去 这个神迹就好像当年 越苏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个神迹一样 来到那个指定的地方 伊利亚要被接上天 他就问伊利沙你要什么 我只管求 那伊利沙求什么呢 伊利沙求的是很难得的 伊利沙求的是很宝贵的 他求说 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 他求什么 他求能够接续伊利沙的工作 他求能够接续伊利沙先知的职份 他清楚知道伊利沙的事奉 伊利沙的工作 是因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 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他 若没有上帝的灵 伊利亚也不能够做这一些 伊利沙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因此他寻求什么 他寻求感动伊利亚的灵 也能够感动他自己 换句话说 他渴望做伊利沙所做的这一件的事情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难得的祈求 让我们想起所罗门 他向上帝祷告 上帝说 上帝向他显现你要什么 尽管求 那年轻的所罗门也求了一件对的事情 他求能够有分辨的能力 有智慧 能够管理牧养上帝的子民 伊利沙也求了一件对的事 他求加倍的灵 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让他能够延续 他能够继续伊利亚的工作 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 伊利亚他不敢说 因为他说这不是他能够给的 他不能够把圣灵赐给伊利沙 那是上帝自己的作为 他就说当我升上去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得着 你若不然 看不见 那就当然就得不着了 那么我们知道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乘着旋风升上去了 他的衣服就留下来 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一件的事情 伊利沙有没有得着这个权柄呢 当他拿起伊利亚留下的那一个的外衣 打水的时候 水也分开 我们就知道 伊利沙得到了这个双倍的灵 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上帝肯定会使用伊利沙 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指名的 而伊利沙也顺服到底 第三 我们看到当伊利沙领受了这个双倍的灵的感动的时候 我们就开启了另外一个先知服侍的生涯 不是伊利亚了 先是伊利沙的时代 伊利沙在这段经文当中 立刻有两个的神迹 而这两个神迹也在某一个程度上 说明先知的工作 第一个神迹是宣布医治得生命的神迹 在伊利哥的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的水源不行 那个水很糟糕 地没有生产 那么伊利沙就拿了一个新的瓶 装了些盐 就倒在这一个的水源上 那水就被医好了 伊利沙就宣告说 从这里就不会再有死亡和不生产的事了 这是第一样 他宣告 他宣布得生命的信息 祝福人的信息 让人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帮助的信息 第二个信息就是审判的信息 因为另外一个神迹 就是当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有一些的 在伯特利他回城 从耶利哥回伯特利 在回城的时候有一些圣经说的一些孩童 从城里面出来 相当多人 因为他们当中就有42人 到最后是被熊撕裂的 可能他们当中的42人 就表示可能还有更多了 会不会是100个 80个等等 那相当多 孩童是指幼儿园的孩子吗 不一定 这里的孩童可以是指少年人 可以是指 有些学者就说 这个大概是一些流氓 而且人数众多 那我在参考一些资料的时候 觉得有一个的说法 就很有意思的 他说这些孩童 这些的流氓也好 少年人 孩童也好 那么他们取笑以利莎什么呢 他们取笑以利莎 吐头的 以利莎是没有头发 那么以利亚呢 是有头发的 而且很容易的头发 在这样子一个的情况当中 如果我们看在第一章 烈王基西亚的第一章 第八节那边 这一个鸭蝎王就问 他们这些的死者见到谁 他们就说 这人身穿毛衣 身穿毛衣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他全身都长毛 他就要说 以利亚呢 是有毛发的 可能有胡须 有头发 全身长毛 那么 以利莎是吐头的 这一些的流氓也好 少年人也好 他们在嘲笑什么呢 他们或许不是纯粹嘲笑 以利莎的外形 他们是在讲 他不像他的老师 以利亚 他不是一个继承他老师 岗位的那一个的人 因此 我们看到 以利莎就宣判审判的信息 结果有熊 从临里 把这42个 他们当中的42个给撕裂 第一个信息是 得生命的信息 第二个信息 审判的信息 这是以利莎 这是先知 要继续做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是以利莎 他有一个他中心 然后他寻求 那一个能够延续死命的恩赐 双贝德林 然后他也彰显了 他工作的两个大的层面 叫人得生命 或宣告审判的信息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看能够从以利莎 怎么样忠心走到那一步 并且可慕延续他老师 他的师父 以利亚的这个工作 可慕完成上帝的心意 但愿我们也拥有同样的心思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以利莎 怎么样的在你的面前 忠心 他要完成你所托福的功 主啊 但愿感动以利亚 以利莎的灵 在今天也感动我们 让我们可以服侍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